大家好 还记得前段时间 跟大家分享我用的花盆来栽种的包菜吗 现在长势不是非常的满意 所以一直都没有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原因就是由于没有给它使用一些农药 所以造成了很多害虫的侵袭 本来底部这里是有很多的老叶片的 结果被害虫咬掉之后 我全部都给它剪掉了 现在只剩下中间这一部分 因为实在太难看 只能保留这一部分 那么像这种状态的包菜 其实也是挺好的 因为它里面没有受到害虫的侵袭 只是外面的这些叶片而已 这几天我突然发现害虫变少了 所以打算给它补点肥 我给它补肥的话 还是坚持用有机肥 坚持不用化肥 我用的就是这种 发酵好的干养分 直接在盆的表面给它撒上 抓就可以了 坚持饱肥减湿 以后接下来给它浇水的话 还是一样用这种椰母复合原液 因为这种复合原液它可以分解养分中的有机制 转换为营养 同时又可以改良土壤 因为椰母复合原液它里面的有一微生物非常丰富 这样的话就可以给我的包菜快速的补肥了 所以说大家在家里面栽种一些蔬菜也好 瓜果也好 也不建议大家使用一些化肥 建议大家多用一些有机肥 因为这样养护出来的瓜果 它的品质会更高 口感会更好 更加香甜 好了 这就是我这一颗包菜 目前的一个状态 因为前两天也有话友问过 我这颗包菜怎么样了 今天终于有勇气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